欢迎收看用wordpress和Avada做网站系列教程 Avada主题经常会更新 至少一个月会更新一次 我们怎么才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Avada更新了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Avada的官方日志 这个链接是Avada官网的 只要我们打开这个链接就能知道 当前最新的Avada版本 以及以前各个版本的说明和发布时间 我会把这个链接收藏 加入到收藏家 有空就点开来看看 第二种方法是订阅SIM Forest的邮件通知 这种方法仅限于在SIM Forest上购买过Avada的用户才能用 Avada在更新之后 我会收到一个这样的邮件 一般都是凌晨发 点击这个链接就跳转到SIM Forest下载页面 在SIM Forest下载页面里 每个主题或者说每个产品 下面都有一个获得更新通知的一个选项 把它勾住 这样这个产品以后在更新时就会往你的邮箱里推送通知 还有一个方法是Avada主题的自动更新 不过这个自动很不靠谱 通知和更新都不靠谱 我们在用Avada做网站时 经常会用到Avada官方文档 这个文档是在线的 网址又很长 在Wordpress后台 在Avada的主题选项里 第二项支持里面就有这个文档的链接 除了文档之外 还有知识库和视频教程 社区论坛 大家可以从这些地方获取到更多的基础支持 给Avada基础支持提交空单是需要登录的 Avada的官方文档和知识库的搜索是公开免费的 不需要登录就可以查看 这里的视频教程是英文的 另外需要翻墙才能看 刚才那个主题更新通知再补充一下 如果没有购买过Avada正版的用户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微信订阅号 叫做WPVIDEO Wordpress的流行主题和插件 有了新版本之后 我们会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推送消息 另外 现在看到的这个课程的更新 也会在这里通知